说起北齐这个朝代,我想大家是比较熟悉的,它是南北朝时期的一个比较有名的朝代,在中国历史上被称为秦寿王朝,这主要是因为北齐出了几位秦寿帝王。 在这几位帝王秦寿中,有一位帝王被称之为疯子皇帝,他就是北齐的开国皇帝高阳。 他的残暴程度在中国古代的历史长河中,堪称绝无仅有,说一句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以不为过。 中国古代的隋阳帝阳广,太平天国,洪秀泉等,他们的残暴程度在高阳面前都不值一提,被表成渣渣。 公元549年,高城遇此身亡,就在整个高氏家族内部,甚至整个东魏都洪狂不安时,21岁的高阳突然站出来主持大局。 从高城之死接管政权,到威逼傀儡皇帝,善让地位,高阳亦该往日的庸碌形象,变得极为精明强悍,轰轰烈烈,毫不拖泥带水,仅仅花了九个月时间,就开创了北齐王朝,登上地位。 高阳做到了,他用很短的时间,从一个傻子少年变成了一个新王朝的开国皇帝。 据实际记载,高阳继位之初,勤政爱民,知人善任,朝廷内外污秽之气,一洒而空,国家清明,使北齐在很短的时间内强大了起来。 那么,这样一位英雄天子,一代英主,在他的执政后期,为什么变得群秀不如,残暴逝血呢? 倘若把世界上所有的疯子都集中在一起,我想高阳一定是名列前茅,一枝独秀。 他是中国历史上最有封禁且暴虐无道的皇帝了,说他是暴君都抬举他了,准确地说应该是秦寿。 高阳逼着北位皇帝上位之后,把北位元姓皇族全部屠杀,嗷嗷待步的婴儿则跑入空中,再用铁毛刺穿。 而这,对于他来说只是开胃菜,正餐还在后面。 高阳生平有两大最爱,那就是喝酒和杀人。 宫里的宫女和太监,每天都有人莫名其妙地参赐在他的刀下。 高阳有个特别宠爱的妃子,叫薛贵品,之前是清可王高月的相好,后来被高阳看上了,强行引入宫中。 薛美人不仅倾国倾城,荣艳绝世,更是擅长美活之术。 高阳对他极其迷恋,而且薛美人有个姐姐,长相也是极其妖艳,被高阳强行霸占。 两姐妹极尽风流,使出浑身解数,取悦高阳。 高阳也极尽宠爱这一对姐妹,有时一连数天都不离床踏。 薛氏姐妹自以为取得了高阳的欢心,于是在一次次欢愉过后, 向高阳提出,封他们的父亲为司徒。 高阳大怒,说道,司徒是朝中的重要官职,哪是你想求便能求到的? 后来他想到薛美人曾经是清可王高月的老婆,想着他们私通的场景, 在酒精的作用下,高阳怒从心起,挡着薛美人的面,用巨刀把薛美人的姐姐打写八块, 剪接着又把薛美人的头给砍了,将她的尸体卵刀剁碎,把他们的血摻进酒里, 然后若无其事地抱着薛美人的头颅,跟大臣们一起聚会。 饮酒作乐,还跟大臣们一起共饮,摻着薛氏姐妹血的酒水。 本来,西间极乐融融,君臣融洽,但突然间,高阳从怀里掏出一个远远的东西扔了出来。 大臣们一看,顿时惊呼,呕吐不断。 西间吃了多少都给吐出来了。 原来,高阳扔出来的是他的宠妃薛美人的脑袋。 正在大臣们惊恐异常之际,高阳又开始抱着薛美人的脑袋,嚎啕大哭起来, 开始思念起了薛美人。 哭着哭着,又命令手下去剃掉薛美人大腿上的肉, 把白森森的大腿骨做成琵琶,抱着琵琶,边哭边弹唱,家人在难得, 亦是对薛美人的思念。 大臣们哪个见过这等阴森诡异的场面? 个个浑身颤抖,毛骨颂燃。 而且薛美人下葬的时候,高阳跟随在后面, 衣衫蓝绿,捧头垢面,嚎啕大哭。 高阳嗜酒如命,经常喝得闽听大醉,醉了之后就开始受惊大发。 有一次,高阳喝醉了酒,疯狂地撕扯他父亲高欢的小妾, 耳珠式的衣服,企图对耳珠式用强。 耳珠式哪见过这样的人? 不住地哀求高阳,不要做乱伦之事。 高阳假装答应,却在耳珠式不经意之间, 用刀捅进了耳珠式的身体, 在耳珠式痛苦的挣扎中获得快感。 更加疯狂的是,有一次,他竟然残暴荒淫得失去人性, 将自家、高氏、宗氏的全部女子, 不管嫁人的还是未嫁人的,都聚在宫里脱光衣服, 然后叫下面的大臣和这些女人一起迷乱。 高阳却在旁边看着,狂笑布置, 这种场面想着都让人毛骨悚然。 由此可见,高阳当上帝王后, 其做事风格和以前打相径庭, 只凭自己喜好,不管不顾。 高阳不仅对自己的宠妃、家族之人行变态知识, 甚至神经指导对自己的大姨子下手。 高阳的皇后李氏有个姐姐, 是未亲王元昂的老婆, 也是长得明艳动人,不妨可恶。 高阳早就对自己这个大姨子垂行欲滴, 于是借口到元昂家饮酒, 酒后装缝卖傻,调戏大姨子。 他故意把酒水撒在自己当处, 让自己的大姨子给他擦拭, 并且趁机在大姨子身上开油。 为了得到自己的大姨子, 高阳用乱箭把元昂射死。 元昂死后, 他老婆李氏设置灵堂, 祭奠元昂。 高阳前去吊液, 就在元昂的灵堂前, 把自己的大姨子给办了。 吓得朝廷官员从此不敢明目张胆地纳妾, 有了美女也只是往宫里送, 不敢往自个儿家里带。 高阳喜怒无常, 暴虐成性的性格, 让身边的人都恐惧不已, 人人都恐惧于他, 甚至于他在凶性发作时, 连自己的老娘也是一样的对待。 他之争后期经常喝得敏听大醉, 雄情大发, 又喜欢杀人, 但是杀完人之后又开始后悔。 他老娘楼太后看着他每天 沉迷于酒色之中非常生气。 有一次, 楼太后迟在气不过, 举起手杖就要揍高阳, 一边揍一边骂道, 什么样的父亲生什么样的儿子。 高阳正好喝了不少酒, 于是又开始神经病起来, 对着自己亲妈就开骂, 你这老太婆不要太嚣张, 明天我就把你嫁给胡人当老婆。 而那时候的胡人还没有完全开话, 如毛银雪不说, 胡人部落人口稀少, 都是一大家子男人共用一个老婆的。 他这一开骂, 直接把自己老娘气得一佛出事, 二佛升天, 楼太后脸都绿了。 但是清醒之后, 高阳又后悔自己的行为, 于是慌忙赶去向他老娘道歉, 但楼太后就是消不了气, 于是这位神经质的帝王又干了一件, 让人哭笑不得的事情。 他直接一把把太后给扛起来了, 结果不知道是不是被酒色掏空了身体, 脚步虚幅, 一不留神, 把他老娘给摔地上去了。 不仅对自己的老娘如此, 高阳此人已经残暴到了极点, 如果残暴是一种病症的话, 那么高阳一定是到了最晚期, 病入膏肓了。 他把自己的两个弟弟高俊和高患, 关在铁笼子里, 高阳却看他们纵声高歌, 并且命二人相喝。 两兄弟吓得浑身颤头, 就没见过这么变态的, 二人唱得比哭的还难听。 高阳听了默默流泪, 然后毫无征兆地拿起矛头, 直接对着两个弟弟一顿猛扎, 一会儿就把两个亲弟弟给扎成了一团肉酱, 最后连同铁笼子一同焚毁。 面对这样一个整天醉舌梦死, 暴虐无道的帝王, 大臣们毫无办法, 只能在心里向上天祈祷, 赶紧把这个神经病收走吧, 去天上祸害吧。 或许是民意太甚, 上天都不忍拒绝。 在高阳三十四岁的时候, 他的人生终于走到了尽头。 高阳二十岁左右就登上地位, 可以说是少年英才, 在他执政的初期重用能臣, 勤政爱民, 使得当时的北极政治清明。 人民是生活安定, 确实无困于英雄天子的称号, 但是在他执政的后期, 却沉迷酒色, 暴虐无度, 甚至于泯灭人性, 化身禽兽。 我们肯定高阳在位期间的政绩, 但他做出的这一系列的残暴行为, 也是历史无法抹去的污点。 因此, 后人称他为疯子皇帝, 如果要给高阳的一生 做一个改观定论, 仪泰觉得应该是 前半生天使, 后半生魔鬼。